我国邦交国索罗门群岛的总理 在接受当地媒体专访的时候 是直接说了 他们现在在考虑 跟台湾中断邦交关系 而是与他们最大的贸易国 中国来进行建交 这让外界开始担心 我们看他们之间的邦交关系 难道要出现变化了吗 不过对此呢 蓝绿立委确实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上个礼拜我也听说 我们的外交部的高层 也前往了索罗门 那到底是处理当地 因为选举产生的动乱 还是说真的有邦交的一个危机 我想外交部应该要给国人 一个清楚的说明 那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邦交国跟我们断交 尤其在过去三年 我们已经陆续五个邦交国断交了 目前我们了解的状况下是 索罗门的位置不只对台湾重要 连澳洲事实上也关注 甚至他们的海底电缆 本来中国要承揽 澳洲说由他们来承揽 不要让中共的扩张的势力 进到他们的邻国 那美国在那边也加强 关注了很多的力量 所以现在的政治 政治是国际的地缘政治 台湾本身要密切关注 那我们跟索罗门的互动也很密切 那到目前为止 外交部的评估是没有问题 那除了 我们也听到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他强调现在索罗门渠岛 他的位置地理位置是很重要的 所以各国都相当的关注 只不过他也强调了 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是没有出现变化的 只不过他也提醒了 相关单位一定要持续的关注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状况